周文雍 1905年出生于广东开平 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曾任中共广东区委公委委员 广州工人纠察队总队长 中共广州市委组织部部长兼市委公委书记等职 陈铁军 1904年出生于广东佛山 1926年秋考入中山大学文学院 同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先后担任广东妇女解放协会执行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 省港罢工劳动妇女学校教务主任 1927年4月15日 受共产党组织委派 他与周文雍以夫妻名义 在广州租了一间屋子 建立党的秘密机关 开展革命工作 8月 他们继续假扮夫妻工作 为广州起义做准备 两人在共同的革命工作中 感情日渐加深 1927年12月11日 广州起义爆发 周文雍任工人赤卫队总指挥 广州苏维埃政府劳动委员 陈铁军担任广州市委秘书 因敌我力量悬殊 广州起义最终失败 两人随后一起转移到香港 1928年初 周文雍与陈铁军 假扮夫妻前回广州 在白色恐怖统治下的广州 重建党的机关 继续领导群众斗争 后因叛徒出卖 两人同时被敌人逮捕 在牢房里 他们备受酷刑 周文雍在监狱墙壁上 写下一首不朽诗篇 头可断 只可舌 革命精神不可灭 壮士头颅为党落 好汉身躯为群裂 面对敌人的威逼利用 周文雍与陈铁军始终坚真不屈 没有透露党组织的任何秘密 被押赴刑场前 周文雍提出一个要求 与陈铁军拍一张合照 照片中 两人立于牢门前 神行自若 誓死如归 1928年2月6号下午 两人被押往刑场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 他们决定将身埋在心底的爱情 功不于众 刑场上 两人并肩毅立 英勇就义 他们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和忠贞不渝的真挚爱情 为后人留下了千古传奇 2009年9月 周文雍和陈铁军 被评为一百位 为新中国成立 做出突出贡献的 英雄模范之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